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集结 你只是这样 那你不也会受到台湾这个炮火的威胁吗 如果有这种 好像就是他们卖给台湾的那个雷霆2000就是比新加坡的射程还要短一点 大概是恰好是在150公里左右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150公里 放在新竹可以打到那个岛上 那可能刚好是福建到平潭就对了 对 就恰好那个 福建平潭到新竹那个 好 或者是放在那个叫澎湖列岛 澎湖从澎湖那里去打 OK好 但是现在是 熊哥现在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都都在模拟吗 那如果你说就是说你集结也要七天对不对 那等于是那七天大家已经摊牌的状态 那你怎么样也要七天集结 那你那七天你只能用拒指的方式去拒指每日的军队 那现在是如果已经在那个状态了 那美国它可能会好像支援乌克兰 北约支援乌克兰一样 它可能支援台湾这种长城的这种火箭炮啊 那那你那七天不也一样会受到这样的威胁吗 它有个缺点嘛 跟乌克兰不好比 乌克兰是陆地相连的嘛 哦 所以到 你说到时候运输不运运过来 运不过来这样 这个船肯定是没办法了 船肯定会被打掉的 比如说飞机 看看有没有控制能钻进来 运输机的话 应该运输机的速度多慢啊 在战斗机面前 基本上也就是 就是虐菜的感觉嘛 天菜嘛 所以就是空中海面全部封锁这样 很难很难 太难了 蔡英文是要逃 逃都逃不掉 蔡英文逃不掉 逃不掉 我觉得是逃不掉 他做什么飞机逃 他做那个运输机嘛 其实台湾不是你那个 他做华航吧 他有专门逃跑的那个波音的 波音的那个T3机还是多少的 我不知道耶 他专门逃跑不是那一台空军一号吗 我记得了有三款嘛 有三款 有三款就是 有直升机 有一个原来荷兰进口的人架什么飞机 还有一个波音 三款 不行的 不行的 目标太大了 隐身飞机在台海都没有发挥的空间 什么F35 F22都没有发挥的空间 一个民航客机 要么他化妆成这个老百姓 民航 民航客机我们不好意思打 对啊 这个可能混 好了 这个可能混了 那照这样讲 那熊哥那不就是解放军如果 现在今时今日发动武统 那台湾就GG了 这个就是 什么时候想干的事情 那所以 只是什么时候想干的问题而已 那你觉得 现在还没出手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希望 代价更小 你的这个方案会有什么代价 你刚刚讲的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把代价讲出来嘛 你刚刚讲的这个方案 好就是说第一波就是反正就是区域拒止嘛 就是台湾反正那个军事设施都先都先瘫痪掉 然后在台海这边的海空都区域拒止美日的军队 然后你这七天完成集结 然后完成集结以后就是港国来台湾 大概就是一天内就结束 但是你这个方案你说有什么代价 代价就是我们在图色面 打美军的这个补兵舰的时候 就是从重过来的补兵舰 然后我们的这个航母舰队在太平洋上跟美军的航母对峙的时候 双方保不齐会互相有损失 因为我们那个殲-15加这个殲-35对抗对面的大黄鹏和那个F-35嘛 这些我不觉得有绝对的优势 我不觉得有绝对的优势 你不觉得有绝对的优势 因为我们的高级的预警是飞不了这么简单的 航母上我们只有那个空警600和它的那个12D和那个12那个预警差不多当时的 没有绝对的优势 更何况对方的航母的数量是比我们远远要多的 你说的这个航母的遭遇会遭遇在哪里 你不是说台海已经被封锁了吗 你是说在太平洋吗 就是靠它封锁啊 台海以东我觉得至少要300到500公里 所以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范围还是遇到美国的航母 这可能不见得会有优势 对的 它有飞机 就是它有那个飞机过来 它航母不会过来 航母在1500公里左右 它飞机会过来 它的飞机的量 你想它我觉得它要权力要弄的话 那六艘这个航空母舰 再加上它的那个两栖攻击舰 它那两栖攻击舰上面可以起飞 也可以起飞F35的 F35D大概是 再加上日本的四艘 日本有四艘航母 它那个是自卫队的吗 自卫队可能要用上来嘛 这样的话这个重量还是挺大的 10艘 哇这样有10艘航母 它那个就有11艘嘛 就是去那年烧掉一个烧掉一艘的那个小航母嘛 那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嘛 它这个两栖攻击舰有好几艘了 那个我估计能派个7艘过来 嗯 再加上那个六艘航母十几艘了 再加上日本的四艘 澳大利亚有一艘还是两艘 嗯 这个价钱来看是有点亮的 哦 就是他们 呃 失心疯了 发神经 全力全力扑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你全力扑过来都没用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 那些兵器就是 所以现在的 就是怕 因为你你如果是在战略的预想的话 你就是料敌从宽嘛 是这样讲没错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就是你一定要要往就是坏的方面去想 万一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 所以说现在就是不现在担心的 是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这个遭遇 遭遇到航母舰队要怎么去处置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你说解放军目前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这就是一方面 就是军事上的代价 嗯 还有战后重建的代价 战后重建的 战后重建就是咱们也得花钱嘛 这个房子就是砸烂了 那还得重造嘛 嗯 还死了这么多人 那还有一些这个游击队 你还得派人去到山里面去剿匪呢 所以都很麻烦 这是很麻烦 那个 最好就是 你说 签个和平协议和和平解决是最赚的 嗯 毕竟是中华民族一家人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美国人 我们自己窝里先斗 斗个民主我陪啊 美国人在旁边看 我就不合算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 呃 武力威胁 然后最后先和平协议 嗯 就是完蛋了 那个 那个 那个熊哥您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剧本啊 这个方案啊 就是说 他要先瘫痪台湾 就是解放就会先瘫痪台湾的这些军事射施啊 或什么 就导弹先炸一轮啊 这样啊 然后七天 七天去拒止 海空拒止 然后七天集结 然后登陆 然后解决这样 那这个方案 那台湾的损失听起来是很大 我个人认为肯定就是跟俄罗斯在乌克兰干的那个事 那不是台湾GG了 我们这个要炸就肯定就一怕 因为他有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嘛 他不是这几个点 他会跑到这个城市里面去 所以 所以可能城市也会遭殃了 那必须炸呀 这没办法的 必须炸 而且这第一波就得炸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 爱国的导弹会到城市里 就跟乌克兰那个一样 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就在城市的边上 台北那三个都在交集 才五分钟就进程了呀 现在已经步在台北市的旁边了 台北三个嘛 台北三个五分钟进程 怎么你对台湾的军事设施比我还懂 好了 你平常有研究嘛 好了我都不懂 每一次汉光 每一次汉光演习那个 那个爱国者这个科技在城市里面激动 他怎么都不知道 那那我 好OK 所以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照你这个方案 那台湾真会不管怎么样 城市还是怎么样 只要是该炸的就一定都炸了 对不对 就必须要炸的 它离城市太近了呀 所以台北也有可能被炸 台北肯定要炸的 所以必须要炸的 不炸就完不承认我 你这个爱国的导弹 不能留的呀 第几个设施是绝对不能留的 第一轮就必须干掉了 我觉得我们飞机都没同意 那老百姓呢 现在不就是在考虑老百姓吗 如果老百姓执迷不悟的话 那那也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 好了 这个生命在历史的这个 大浪面前极其渺小 我知道了 从这一次这个俄乌战争看 看起来也是这样 就是老百姓的命 就基本上就是政治跟大国博弈中间的 一个棋子而已 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拿来用的而已 拍个照片嘛 对也就这样而已啦 所以 就跟熊哥聊完这一轮 就是大概我想大概 大概也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两岸就是还是希望 熊哥你刚才也讲 你还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解决 对不对 对就和平解决签个协议 谈谈条件嘛 现在谈都不谈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事啊 好 OKOK 好非常谢谢 我也希望两岸最终能和平解决 对不对 不然我在台北买了房子 我是刚买 你就这样要炸 这样 这样对吗 对对 你刚买房子了 对呀你不要 但是真的没办法这个东西 别这样好不好 我好害怕 校门这边有一样的 校门也很紧张的 不要了 好了 非常谢谢熊哥 来那个等一下Discord 各位如果你们要问熊哥问题的 欢迎你们来call in 哎呦很多人要来哦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很好很好很好 来 那那个 熊哥今天大家都很给面子 来我再打个广告 好好那个线上各位网友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频道 欢迎你们订阅我频道给我支持 然后大家能够按赞订阅分享啊 然后今天跟我连线的这位呢 是非常专业的一位 呃 等一下我这个移到旁边来了哈 非常专业的一位那个军事的 频道的频道组叫做熊哥啊 他的频道名称叫做熊哥地图炮 欢迎大家去订阅熊哥地图炮啊 在YouTube上面搜寻这个频道 去订阅熊哥的频道 ok好 来那等一下 等下接那个discord call in 咯可以问熊哥问题啊 好 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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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